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个就发生在这里 梁柱和白蛇传 然而大名鼎鼎的杭州在唐宋之前却默默无闻 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名闻天下的 一向温婉甜淡的杭州 为什么会意外地与政治扯上关系 一跃成为南宋都城 外表阴柔的杭州究竟有没有阳刚的品格呢 河南大学成岁营教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杭州 用心灵与历史对话 精彩讲书系列节目 六大古都指诗之杭州 杭州这个城市的出名呢 跟诗很有关系 我们说啊 江山还需文人捧啊 杭州这个城市就是由几位文人 由他们的诗词给捧出来的 首先捧杭州的 是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啊 曾经做过三年的杭州刺史 晚年的时候呢 他回忆在杭州的生活 就写下了一组 一江南词 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他说江南译 罪译是杭州 三四月中寻贵子 军情枕上看朝头 何日更重游 在这首词里面 他提到了连引寺 提到了前唐朝 但最主要的是 他认为 在江南所有的城市中间 最令他怀念的 给他印象最深的 是杭州这座城市 因为在江南的城市中呢 你像扬州 苏州 包括南京 他出名都比杭州少 但是 自从白居易的这首 《江南语》 这首词出来以后 杭州这个城市 从此以后 铭记大振 大有压过 像扬州 苏州 南京的 这样的一种趣事 到了北宋的时候 大王侯 苏氏 又有一首诗 是杭州城 从此以后 人气 大增啊 这首诗就是著名的 《引湖上出情后雨》 苏氏是这样说的 说 在这首诗里面 苏氏把西湖比过西子 西子是谁呢 就是西师啊 西师被称为 我国的美女 可以说是美女第一 第一美女 后来西师这两个字 甚至成了美丽的代名词 苏氏把西湖 与西子并称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西子是天下第一美女 那么西湖呢 就成了天下第一美湖 从此以后啊 那么西湖就成了 人人向往的天下美景 那么杭州这座城市呢 也成了著名的旅游圣地 到了南宋的时候 又有一位诗人 他叫林生 他做了另外的一首诗 从此以后呢 就是杭州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这首诗的名字呢 叫提林安邸啊 他是这样说的 山外青山 楼外楼 西湖歌舞 几时修 暖风军的游人醉 只把杭州 做汴州 林生在这首诗里面 既描写西湖 又描写杭州 同时呢 把杭州 于北宋的都城 汴州 也就是开封 相提并论 那就意味着 这个时候的杭州 已经成了 国内外都知名的 大都市 所以我们说呢 江山好 还要文人来捧 这么美丽的 一座城市 它是如何成为 古代的都城的呢 杭州这个城市呢 它位于我国的 东南部 如果在这个地方 建都的话 它不利于 对北部 广大地区的统治 所以它并不是 理想的建都之地 杭州之所以成为 我们古代的都城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1127年的时候 这一年的三月份呢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金 攻破了北宋的都城开封 北宋的最后的两位皇帝 宋徽宗和宋钦宗 就做了金兵的俘虏 那么北宋呢 就灭亡了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天不灭宋了 侥幸的是呢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 宋钦宗的弟弟 康王赵构 他没有在开封城 所以呢 就避免了被俘的命运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份 他们在一批流亡的大臣的 拥历之下 在河南的商修 也就是开封的东南这一点 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呢 历史上就把它叫做南宋 而康王赵构呢 就被称为宋高宗 这就等于说 大宋这口气 算是没有断 宋高宗把这个香火给蓄了起来 所以今呢 就继续派兵南下 想把宋高宗的这个政权 消灭在摇篮里面 所以就在一一二七年的十月份 仅仅在宋高宗建立南宋政权以后的五个月 就派兵跨过黄河 进攻河南的商修 高宗这个政权 刚刚组建起来 根本无法组织 有效的抵抗 只有一条路 逃亡 在十月份的时候呢 金兵南下了 南下以后呢 宋高宗就沿着大运河 向南逃亡 逃亡的过程中 他走了这样一条逃亡的路线 从商修 然后呢 逃到了江苏的扬州 金兵尾随而至 不得已又越过长江 逃到了镇江 那镇江离南京很近呢 他也无法去南京 所以又继续沿大运河 逃到了杭州 那金兵仍然不善罢甘休 没有办法 高宗呢 又继续逃到了绍兴 逃到了宁波 最后呢 被金兵赶到了大海里 在这个浙江的镇海这个地方 坐着几条船 又逃到了这个大海里 金兵呢 也坐着船在后面追击 所以宋高宗他们的这个小朝廷就在几条船里面漂泊了好多天 幸亏上天不灭 在金兵追击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台风 暴雨 所以没有办法追击了 金兵呢就上岸 然后北反撤到了长江以北 金兵 金兵吃了以后 宋高宗君臣就上岸 上岸以后呢 北边已经无法回去了 因为长江以北的地区都被金兵占领了 那在哪个地方立足呢 他们曾经考虑 在南京 同时也考虑了 绍兴 也考虑了杭州 在1138年的时候 全面衡量以后 决定把杭州 作为行在所 改名为临安 就暂时把都城 放在了杭州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之水 也没有无本之木 宋高宗选来选去 最后定督杭州 其实偶然中也有必然 因为定督杭州有三大优势 第一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杭州是水乡则果 金国的骑兵不好进攻 第二 杭州经济复数 因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 曾经在这里定督七十余年 第三 杭州地处金杭大运河的起点 交通运输非常便利 杭州从此成为南宋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繁荣昌盛将近一百四十年 据周密的武林救世记载 在宋孝宗纯熙六年的时候 宋孝宗陪着当时 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高宗 在游览西湖 这个宋高宗这个时候 已经七十二岁了 他在十七年以前 退居二线 主动的把皇位 让给了宋孝宗 自己做了太上皇 这个宋孝宗啊 并不是宋高宗的亲生儿子 是他的养子 是他的侄子 因为宋高宗他自己呢 原来有一个儿子 但是夭折了 所以就没有直接的继承人了 所以就让宋孝宗赵慎 继承了他的皇位 就像宋孝宗的庙号一样 他对宋高宗呢 非常的孝顺 所以在高宗 退居二线以后 做了太上皇 他就有了时间 有了很多的机会 来游览西湖 纯西六年 这一次 是在多次游览西湖的过程中间 比较重要的一次 所以周密的武林救世里面 就对他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就在这年的春天呢 宋孝宗 陪着宋高宗 坐着大龙州 来到了西湖 文武百官呢 也坐着各式各样的 其他的画坊 跟在后面 岸上呢 是敬畏部队护卫 古月宣天 采旗招展 好不热闹 杭州城的老百姓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所以全城 为之霸市 都站在西湖边 来看任劳 宋孝宗就陪着宋高宗 在西湖里面游荡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肚子饿了 所以宋孝宗就命人 献上美食 点心 受完了午餐以后 高宗呢 又继续坐着龙州 到断桥 到珍珠园 去游赏 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仁德呀 宋高宗还让宋孝宗到旁边买很多的鱼鳖 来放生 其中呢 有一个卖鱼鳖的人 他自称呢 他自己是原来东京的一个老百姓 随着宋高宗南下的时候 也到了杭州 宋高宗得知这个消息 就马上命人 把他传唤到了龙州上 这个人就是宋五嫂 这个宋五嫂啊 来到杭州以后 就在杭州的西湖 一方面一打鱼维生 另一方面开了个小店 来卖这个鱼羹 维生 然后到了船上以后 宋五嫂就献上了他亲手制作的 具有东京风味的鱼羹 让宋高宗品尝 宋高宗品尝以后啊 赞美 味道鲜美啊 味道鲜美 好像从来没有喝过 这样味道的鲜美的鱼羹啊 同时 他看到眼前的这位宋五嫂 白发苍苍 而自己呢 也七十出头了 他已经七十二了 所以说呢 也感慨岁月的流逝啊 更想念 他原来在北宋东京的这种生活 所以呢 马上下令 四宋五嫂 金钱十文 银钱一百文 捐十匹 相当丰厚的赏赐 而且告诉宋孝总 以后要经常让宋五嫂 宋鱼羹到宫廷里面 让他品尝 高宗品尝 宋五嫂鱼羹这个事 很快就在杭州城传遍了 所以后来呢 就有很多人 专门到宋五嫂的鱼羹店 来喝这个鱼羹 这宋五嫂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后来就在杭州的前堂门外 专门开了一家大的 这个鱼羹店 来卖鱼羹 宋五嫂鱼羹这个事 里面提到 说高宗让孝宗 经常呢 让宋五嫂 送这个鱼羹 到宫廷里面 他来品尝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等于我们今天 所说的叫外卖 这种情况 在中国古代 并不多见 因为皇帝 他有御厨啊 基本上 不享用 宫廷以外的这些饮食 因为他们不安全 可能越有危险 但是高宗却不这样做 宋五嫂鱼羹 这个事之前 他就经常叫外卖 所以这个孟良录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说高宗常先唤买室 所以呢 不敢构见 食味也不敢草率 宋高宗经常传唤 这宫廷外面的一些外卖 所以这些流动的摊贩 还有这些固定的饮食店 都不敢构减 就是简单草率的来应付 他们知道 如果说他们的食品 能够打入皇宫 它一个方面意味着 可观的经济收入 更主要的是 太上皇品尝了 这就等于为他们的食品 做了广告宣传 后来南宋的皇帝呢 也都有这样的一些 叫外卖的一些行为 被延续下来 说完了宋五嫂 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后 我们再说一个 与西湖的 诗话生活有关的 也就是 销金锅子 这个例子 还是周密的武林救世里面 他记转 说西湖天下景 招昏情雨 四叙总移 行人已无时而不游 日迷金钱 迷有吉祭 故行年有 销金锅儿之行 什么意思呢 说西湖这个美景 魅力非常大 所以杭州人呢 无论是晴天 无论是雨天 一年四季 一天的上午下午 甚至晚上 都有人到杭州的西湖 来旅游 旅游的时候就要花费啊 你的饮食 你的购物 你的娱乐 都要花费啊 所以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在西湖外边 所以西湖呢 就好像一个销金锅儿 你多少金子放到西湖里面 也就会被化没了 所以杭盐里面就有 销金锅儿 这个雅号 送给西湖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 与杭州接远的 就占了两个 那就是家喻户晓的 梁柱和白蛇传 梁柱中的梁山伯 与柱英台 在杭州 共同求学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和曲仙 就泄厚在西湖的断桥 然而这两个爱情传奇 结局并不圆满 只能用西美来形容了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杭州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那么杭州人在这种基础上 也就开始追求 他们的爱情和家庭幸福 所以在杭州 就有很多的爱情传奇故事 其中有两个故事 最为传奇 而且呢也最有名 这两个传奇故事呢 就给我们描绘了 这种如诗一般的 这种爱情传奇 第一个传奇故事 说的是梁柱传奇 梁山伯和朱英台的传奇啊 传说呢 说这个浙江的圣语 有一个聪明的美丽的姑娘 她叫朱英台 女伴男装 来到了杭州这个城市求学 拜到了一个私厨里面 拜一位私厨老先生 为师学习 与此同时 浙江的会计 也有一个淳朴的 善良的书生 她叫梁山伯 也到了浙江 同时呢 拜同一个老师 进了同一家私厨 所以就与朱英台 做了同学 两个人同窗三载啊 朱英台呢 就爱上了梁山伯 但因为他是女伴男装 所以梁山伯并无知情 等到两个人毕业了 分手了 后来呢 这个梁山伯知道了真相 就到朱英台家里面去求亲 但朱英台的父母呢 贤贫爱父 所以就把朱英台 许配给了一个富家子弟 叫马文才 梁山伯得到这个消息 非常的悲愤 后来就郁郁而死 死掉了 为情而死啊 朱英台又非常的伤心 就在他出嫁的那一天 他的花轿呢 要经过梁山伯的这个坟墓 所以他就要求 到这个坟墓上面去祭奠 祭奠的时候呢 这个坟墓忽然裂开了一道缝 这个朱英台就纵身 跳进去坟墓河龙 这是关于梁柱的传奇 还有一个爱情传奇 是白蛇传奇 或者叫白蛇传传奇 他说是南宋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在峨眉山 修炼了千年的一个蛇精啊 叫白素贞 他化作人形 就来到了杭州 为了报答 这个杭州的一个书生 叫许仙 他前世的救命之恩 这个许仙呢 曾经救过白蛇的命 所以呢 就在断桥这个地方 设了一个局 然后与许仙先会 与许仙之间呢 就产生了爱情 后来两个人呢 就结为美满的婚姻呢 就组成了一个家庭 本来婚姻挺幸福的 结果呢 后来金山寺的和尚 伐海 在后面就作孽 硬是把许仙 跟白素贞的美满爱情 给拆开 甚至把白素贞 镇压在了雷锋塔下 所以直到今天 在杭州的西湖 还做雷锋塔呀 传说就是镇压 白蛇 白素贞的 这两个爱情传奇 非常有特色 而且我觉得呢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发现 故事都发生在西湖 爱情故事 为什么都发生在西湖呢 很明显 用西湖景色太美了 青年男女在这儿 谈情说啊 最容易坠入爱河 产生爱情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美女都喜欢杭州 本来啊 江南就是加利地 杭州这个地方 就是出美女的地方 但是呢 梁柱里面的住行台 不是杭州人 它是浙江圣渝的 而白蛇呢 是来自于峨眉山 而且是仙界的美女 所以呢 除了本地的美女 杭州这个地方 还吸引了大量的 外来的美女 他们这些美女 为什么都喜欢到杭州来呢 也很明显 杭州这个地方 情绪富裕 文化发达 又是天堂的都市 还有第三个特点 我们发现呢 梁柱的传说 和白蛇传的传说 它总不圆满 总带有这种 七万的哀愁的色彩 梁柱传说吧 梁山伯一住行台 不能在人间 结为婚姻 结为夫妻 只能化作蝴蝶 然后呢 两个人才能在一块团聚 而白蛇传传奇呢 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 也活活的被伐海 给拆开了 而且今天 这个雷锋塔 和伊犁在西湖的岸边 为什么 发生在杭州的这些爱情传奇 它不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呢 我们还得从源头上找原因 首先一点 我觉得 这个杭州啊 作为南宋的都城 它名不正 杭州当时呢 叫临安府 是临时安定到这儿了 当时为了获得 正统的统治地位 宋高宗呢 仍然 把他自己的都城 告诉底下的大臣和老百姓 在哪呢 在开封 在北宋的都城开封 我们临时 安定到杭州 前来 有一天 我们还要收复中原 光复 旧京 其次 南宋文人士大夫的 气不顺 为什么说他们 气不顺呢 我们说文人呢 他往往是社会的良心 特别是在 南宋时期 国破山河岁的时候 这些文人 最容易表现出来 他们的爱国情怀 但是 南宋 高宗 定读杭州以后 却 与北方的金正权 委屈求权的 这样的一种 采取这样的一种策略 偏爱于东南一域 不思 收复中原 所以 是文人士大夫 倍感失望 西里面 备受押育 气就不顺 爱国诗人陆尤 曾经在晚年的时候 写过一首诗 叫 《诗儿》 就是在他 临去世以前 给他自己的儿子 写的一首诗 怎么说的呢 他说 死去 原知 万事空 但悲不见 九州图 王师 被定 中原日 家记 无望 告乃 什么意思呢 告诉他儿子 他说 人去世 本来可能什么事情 都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呢 我心里面 一直 感到非常悲哀的事 没有统一 中原地区 如果说 有一天 统一了中原 收复了中原市地 你祭祀的时候 祭殿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告诉我 这说明 他即使去世了 他的心里面 还定记着这个事 可见 他的气 有多么的不顺 还有第三点 是老百姓的心不安 特别是 来自于北方中原地区的 逃亡到杭州的 这些老百姓 流离失所 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他们的心里 能安定吗 而传奇故事 往往反映 反映的呢 是老百姓的诉求 老百姓的愿望 然后 经过文人 士大夫之手 加工而成的 所以这些 爱情传奇 就注定 无法圆满 西湖的水 是阴柔的 围绕着西湖的爱情传奇 也是阴柔的 然而被誉为 百姓之首的 易经讲 一阴一阳 未知道 古都杭州 也不会缺乏阳刚之气 南宋时期 壮怀激烈的岳飞 慷慨悲歌的文天祥 为杭州城 注入了阳刚的血脉 他们的英雄气概 和崇高品德 一直传唱至今 那杭州城 有没有这种 阳刚的文化呢 有 这就是在杭州城 流传千古的 两部英雄史诗 第一部英雄史诗呢 是写给岳飞的 岳飞呢 有一首词 非常有名 就是满尖红 无法冲冠 平兰处 萧萧雨歇 台望远 仰天成笑 壮怀激烈 三世功名 陈玉土八千里 入云和月 莫等仙 白了少年头 空碑切 这是上缺 还有下缺 这首诗 可以说是豪情万丈 充满了 报国之情 充满了 爱国之情 这首诗呢 他是一首 这种爱国的 这种诗篇的代表 那么他是在什么背景下 被岳飞创作出来的呢 岳飞呢 他老家呢 在河南的 安阳 安阳的汤音 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他的这个家乡呢 已经被金兵占领 所以呢 他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参加了当地的 反对金兵的农民的义军 后来呢 自己又组织了岳家军 岳飞这个人呢 足智多谋 身怀绝技 他的岳家军 纪律言明 作战勇敢 所以呢 与金兵作战的过程中间 绿绿打败金兵 金兵呢 就给岳家军 送了这样一句话 说汉山意 汉岳家军难 汉洞一座大山 容易 要汉洞要打败岳家军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岳飞呢 就率领岳家军 先后取得了朱仙镇 眼城的大杰 眼看就要收复 北宋的都城 开封了 天有不测风云呢 正在这个时候 宋高宗 和当时的宰相秦桧 他们却认为 和金人讲和的时机 来临了 以往的时候 南宋的军队 经常吃败仗 见面岳飞 领导岳家军 打败了金兵 正好可以和金人讲和 这是高宗和秦桧 他们的看法 所以就下了十二道金牌 让岳飞从中原地区 班师回朝 没有办法 岳飞就回到了杭州 但是回到杭州以后 他极力反对高宗和秦桧的 这种与金人讲和的 这种策略 所以就在政治上 与宋高宗和秦桧 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1142年的年初 岳飞就被秦桧 以莫须有的罪名 杀害在杭州的风波亭 死的时候 年仅39岁 岳飞的死 对南宋军民 对杭州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因为在岳飞身上 人们寄托了太多的希望 这种希望 起码有三重 第一重 是光复中原 有岳飞在 岳家军就能光复中原 第二重 中兴大宋 光复中原 就有可能 中兴大宋的伟业 重新恢复 大宋的江山设计的 这种强盛局面 还有第三重 重拾信心 中原文化 向来被称为正统文化 所以呢 中原的文人士大夫 都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 但是 北宋的晚期 南宋初期的时候 屡屡的 被金人所打败 所以是这种文化优越感 几乎丧失殆尽 但岳飞领导的岳家军 却屡屡打败金兵 又是 这个中原地区的文人士大夫 重拾了文化的这种信心 岳飞死 那么 光复中原 无望 中兴大宋 无望 汉民族的这种文化优越感 顿时消失殆尽 所以呢 承载在岳飞身上的 这所有的这些文化重拖 都化为泡影 长此以往 岳飞的形象 越来越高大 人们以 建祠堂 建庙宇 写戏曲 写小说的形式 歌颂岳飞 使岳飞成为阳刚男人 正能量的代表 他的故事 成了一部英雄史诗 另一部英雄史诗 是写给文天祥的 我们熟悉文天祥呢 是因为文天祥 曾经写过一首诗 诗中间有这么两句话 说人生自古 谁无死 流取丹心 赵汉清 那文天祥 是在什么背景下 写的这首诗呢 文天祥啊 是江西的 吉州的吉水人 他在21岁的时候 就中了状元 后来做到南宋的 这个右丞相 兼淑密使 同时都渡 诸禄兵马 可以说是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是 他做宰相的时候 南宋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北方的 元大军 也就是蒙古的铁骑 竟越过了长江 甚至攻破了杭州城 但是呢 文天祥仍然没有放弃抵抗 后来呢 就在广东的 广州的这个 这个崖山 也就是今天 广东的新会 这个地方 被俘 这个时间呢 是在 1279年 被俘以后呢 他被 从广东 来 押送到 元的都城 北京 在押送的过程中 路过 林丁阳 也就是 朱江口啊 这个地方 所以就留下了 过林丁阳 这首诗 其中的两句 就是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文天祥被 押送到 大都以后 也就是 今天的北京啊 当时的元氏祖 忽必烈 也非常爱惜 文天祥的才华 想劝 文天祥 投降 但是 文天祥 坚决不从 所以 后来呢 过了四年呢 文天祥 就被 杀害了 就在文天祥 被俘的那一年 就是1279年的时候 南宋 这个大臣 左丞相 叫陆秀夫啊 他从杭州逃出来 背着当时 仅仅只有八岁的 儿皇帝赵炳 就逃到了海边 后来 在于安明的追击下 无路可逃了 就背着 这个八岁的儿皇帝 跳海而死 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像 宋亲宗 宋徽宗那样 被金兵俘虏 受辱啊 南宋 灭亡 我们中国的古都 也不得 不送 如诗如画的杭州 再次 被杀 所以请大家 关注下集 中文字幕——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